好啊,那你要不要先去上個廁所才來動一動 好 好,可是你等下回來喔 我們等下超完聯絡本就要上課囉 你不要走,走了就不見了,沒有回來 好,那個你們聯絡本 這個時間表昨天我請你們超過了 然後品宏,品宏老師特別跟你說,品宏 今天我們會上到六點,然後明天我們四點會提早上課 然後上到五點半,OK嗎 我們要上到六點 對啊,上到六點 不會很久啦,不會很久,一下就過了 真的,你認真聽課,然後一下就過了 你會覺得怎麼不夠時間 好吧 啊,然後你要記得喝水補充水分喔 然後,那個,其他同學你們就跟著抄聯絡本吧 欸,挺好啊,就問你喔,挺好 蛤 挺好 你的那個補習班的英文課怎麼上 不知道,去那邊啊 你有,就禮拜三都會去那邊上 應該吧 蛤,什麼,那你上禮拜三有去上嗎 沒有 蛤,那你明天會去上嗎 蛤,你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 蛤,應該不會吧 蛤,因為我想說你去上英文的話 會不會趕這個時間卡到 蛤,剛剛你在做什麼,你還好嗎 沒事 蛤,好 那,國語的部分超,JEN L9 JEN L9 我們,國語考卷那時候 我頂給你們的時候只有三,三課 所以就是最後一課是L9 把它寫完 然後,數學的話 今天我就沒有再特別多排其他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跟著把今天的考卷檢討完 那,自然的話檢討評量 我們今天評量檢討完 我們自然評量 如果你有跟著我們進度寫的話 自然評量會是全部都寫完的喔 然後,社會,社會評量 親譜你們寫94到96 94到96 那文德寫92到95 92到95 好,如果你操完的同學 請你按舉手 然後,我看一下大家都OK的話 我就會開始上課囉 好,我看到易华舉手了 玉成也舉手了 好 那,其他同學我再給你們一點時間 好,凱杰也好了 同學 嗯,你說 昨天要學的東西嗎 我現在,你說我今天要上的數學嗎 嗯,都是 自然的話是上個禮拜我們就寫完囉 嗯 嗯,然後數學的話我是要上假日券 第七單元 OK 所以昨天寫的18回我會明天上 然後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國語評量 國語評量我會上 昨天寫的那兩頁 昨天寫的那兩頁 這樣可以嗎 喔,微剛鎖我的麥克風 嗯 你的麥克風怎麼了 被微 被微剛鎖 喔 他發生什麼事 好,那看來大家應該都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上課 那我們今天先上的部分呢 我會先講 凱駿的考卷 凱駿的數學考卷 那你們不要覺得 欸,我先講紅凱駿 然後其他人就不聽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會點你喔 因為凱駿他沒有辦法開麥克風嘛 那所以只好 仰賴你們的幫忙了 那所以呢 其他人你們也要坐在座位上 好 然後 那我們今天第一題要給誰先呢 我們 品宏你先好不好 第一題給你唸 一個原味布丁12元 一個草莓布丁15元 一個原味布丁12元 一個草莓布丁15元 你可能一直點一直點 他就那個壞掉了 好 那這一題的話呢 我們第一步驟我們是要先舉例 就是先舉例看我們這10個布丁都是買 某一種口味對吧 那這裡呢 我先把所有布丁 這11個 我都假設我買原味 好 所以我假設我買原味的話呢 我是不是這裡 12乘11 因為一個原味12元嘛 那我總共買了11個 所以我要付132元 好 可是今天題目他總共花了多少錢 150元 很好 謝謝品宏跟韋剛 這樣老師就知道你們有在線上聽課 好 如果你方便開麥克風的話 同學你們都可以打開來回答我 這樣 我才不會覺得很孤單好不好 你們如果可以開鏡頭 也把鏡頭打開來 好 那所以呢 題目說他花了150元 去買這11個布丁 意思是說 他如果 欸有啊 凱俊你有這張考卷 第16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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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假日券欸 好 好 如果你現在還找不到的話 就先跟著聽 是喔 嗯 太奇怪了 那你先跟著聽好不好 先跟著聽 等一下再找找看 好 那 我現在呢 只花了132元 代表我還沒有買滿 我的 對 我的 預算有150元嘛 好 所以我用150元去減掉 132元 好 那前面這個部分呢 是我可以再繼續多買的價錢 那我每一個草莓布丁 會比原味布丁貴3元 意思是說我可以拿比較便宜的原味 去換貴一點的草莓嘛 所以我換得了6個草莓布丁 好 那我總共買的是11個布丁啊 所以我原味買了幾顆 那就是11-6 所以原味有5個 好 這裡OK嗎 這個 呃 雞兔問題我們講了很多很多種不同的類型的題目 好 那這裡的第二題它也是雞兔問題 也是雞兔問題 來 凱傑可以換你幫我們唸一下題目嗎 我幫你放大 第二題嗎 第二題嗎 對第二題 好唸 oh my god 一個木筋 一個木筋 我來幫你等一下 16公克 一個小積木 重10公克 知識 拿了大小積木 哪裡來的知識 知識感冒交韓 恩恩 喔那個恩恩喔 這太小了 這真的有點像 哈哈哈哈 共 36個 總 共 總 44 公克 474公克 4 4 4個4 3個4 老師也無言啊 大小積木共 4個 KP老師也覺得你很可愛 好啦 真的有點像 可是呢 對 我們比較常遇到的題目 應該會叫恩恩 不會叫絲絲啦 好不好 好 那 所以 圍杠你不要業配 好 所以呢 我這邊先假設 假設我全部 這36個積木都是 小的 所以呢 全部都是10公克 好 那10公克的話 我總共有假設我有36個 對吧 所以會是360公克 好 那可是這邊題目呢 它全部總重是多少啊 444 44公克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我全部假設是10公克的小積木的話 會不夠重 不夠重 好 所以呢 我要用444-360 我才知道我還可以再去多換幾個大積木 好 所以我用444去減360 之後呢 好 84 OK 之後呢我要知道我一個小積木換一個大積木可以多6公克 所以我總共換了幾個大積木 換了14個 14個 很好 那這裡呢總共有36個啊 所以我36個積木減掉14個大積木 會有22個小積木 這樣可以嗎 好 維剛你不要再晃了 維剛你不要再晃了 好第三題就交給你吧 耶 一箱蘋果有18顆 一箱一隻有24顆 什麼18顆 18顆 18顆 一箱一隻有24顆 水果行買進了蘋果和離子共20千 總共有408顆水果 408顆 好好念 408顆水果 好 好 那這裡我們一樣先假設 我們假設這20箱都是買蘋果好的 好 所以呢 全部如果都是蘋果的話 我總共會有360顆水果 好 但是這裡題目它有408顆 意思是說它的水果有比我們假設的更多 48顆 好那多多少是不是用408-360 好 那我每一箱蘋果去換一箱水梨 我可以多6顆 對不對 好所以呢 我總共去換了8箱水梨 那有8箱水梨 那我剩下來的當然就是蘋果啦 那全部有20箱 我剪掉8箱的 可是應該是少吧 什麼少 沒有啊 那個360應該是少那個是408 對 意思是說題目是有408顆 我們只有假設到360顆 所以我們可以去換更多的回來 對不對 這樣OK嗎 對對對阿 好所以我可以去換8箱里子 那會有幾箱蘋果呢 就是全部有20箱 減掉8箱里子 所以我會有12箱蘋果 好 第四題 第四題 第四題我們給 我 玉成 玉成 玉成你幫我唸第四題 藝術展覽大人的票價是150元 13的話我覺得數字會太大 所以我這邊假設啊 我這13個人都是小朋友 好 所以我這裡呢 小朋友一個人要60元嗎 那我有13個人的話 我應該要付780元 好 可是如果我付780元的話 就跟題目不符合啦 題目是花了1230元 意思是說一定有幾個大人陪小孩去嘛 因為他花的錢又更多了 那我一張大人的票價 會比小孩的票價貴多少 一張票人的票價會比小孩的票價貴多少 誰算好了 誰算好了 這邊 我沒有看到 這邊啊 貴90 好 貴90元 好 那我這邊是不是我總共花了一百 一千兩百三十元 那我減掉 我原本假設都是小朋友的票價的話 是780元 那我去 換大人的票我可以換五張 就是五個 好 所以我有五個大人去 好 那剩下來的當然就是小孩啦 所以13-5 會有八個小朋友 OK嗎 好 好 再來第五題 第五題 第五題 第五題給 顏佑 顏佑你幫我唸第五題 誰用這裡 誰用這裡 嗯 好 好 OK 開階 我們年齡問題的公式你還記得是什麼嗎 年齡差 除以倍數減1 年齡問題 年齡問題的公式 年齡問題先送出差 然後呢 對 年齡差 除以他們兩個的相減 倍數 不對 倍數減1 對 好 所以這邊 年齡差題目直接給你了 所以就是27嘛 所以他們兩個人相差27歲 那他說在 當爸爸的年齡是艾文 不是 麗文的4倍時 爸爸跟麗文他各是幾歲 所以他們的倍數是4倍 4倍減1 好 所以呢 當麗文9歲的時候 爸爸會是他的4倍 所以爸爸就是36歲 好 這五題 如果你都有聽懂的 請你幫我按舉手 好 目前只有兩三位同學聽懂 好 四位 其他同學是不見了嗎 好 手放下 我看到凱俊了 好 OK 好 那我們換 再來 五題 再來五題 好 那第六題呢 這題我已經想好了 這題我就是留給陳奕華唸的 來 奕華 第六題 你以為我要記得開麥克風喔 你開了可是怎麼沒聲音 第六題 第六題啊 你有沒有在上課啊 我會寫功課 你不要現在寫功課 大哥比二哥大四歲 二哥比小弟大三歲 三人的年齡和何事是三歲 小弟的年齡是幾歲 好 你好 今天如果假設小弟他是X歲 請問二哥是幾歲 二哥比小弟大三歲 所以二哥是幾歲 二哥比小弟 所以 二哥是X加三 很好 那大哥呢 大哥是二哥的四歲 大四歲 X加七 對 加三再加四嘛 所以是加七 好 所以如果我把他們兩 他們三個合起來 是不是X加二哥 X加三 再加大哥的X加三加四 好 所以如果我想算出小弟幾歲的話 我就是把X 四 哦不對 把43 減掉 3 再減掉 3 再減掉 4 所以總共減掉10 好 那這裡我減掉10之後呢 就是三個X 所以三個X我只需要一個X 因為弟弟我只有假設X 所以我除三之後 弟弟是幾歲 一 好 這樣你有聽懂嗎 有啊 有齁 立成這個題目有懂嗎 老師你問我 都是這個問題呢 對啊 因為你上次 因為你上次在寫評量的時候 你 你就沒有搞清楚啊 所以我要再多問一次 你這個問題 問到你看到題目 你就知道怎麼寫為止 現在知道了嗎 我啦 我啦 我要 好 我剛剛那個第七題給你吧 舅舅今天30歲 健庭 呃 近年今天十 呃 近年12歲 你們怎麼了 好 幾年後 幾年後 舅舅的年齡是近年的兩倍 好 這裡一樣是年齡問題 可是年齡問題有很多種問法 好 這個問法呢 它是問你幾年後 所以你一樣要先算出 年齡是幾歲嗎 年齡差 年齡差的話是不是 30-12 18 好 這是年齡差 然後呢 後面的2-1是倍數-1嘛 所以當靜庭18歲的時候會發生 靜庭 靜庭 好 靜庭18歲的時候會發生 舅舅的年齡是靜庭的量 2倍 好 所以在18歲的時候會發生這件事 那今年靜庭她12歲 那幾年後呢 她會是2倍 來 平鴻 我要糾正 平鴻 就是 靜庭她現在12歲 她幾年後就會是18歲 呃 18-12 對 那時候是幾年後 呃 6 好 6年後 好 OK 非常好 喔 我這裡打錯囉 是6年後 6年後 我改一下齁 我改一下齁 好 那再來 第八題 第八題她這個一樣是年齡問題 所以我們一樣先算出年齡差之後再去除倍數減1 好 所以小芬她在16歲的時候 16歲的時候就可以得到電了 為什麼是靜庭 是靜庭啊 是你一直說靜庭啊 是喔 對啊 好 再來第九題 第九題這 第九跟第十題呢 這個是間隔問題 那間隔問題的話是凱鈞他們這一次會考到的 那第九題呢 她說正方形的周長是1440公尺 那每18公尺要設一長路燈 好 那她說四個角都要設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一個這方形看成 看成圓形 圓形 圓周長算 好 所以就是1440去除上18 所以總共有80攢 好 第十題呢 它是給你每個間隔是30公尺 我剛剛你的發生什麼事了 你的為什麼一直在散 好 你不要再玩了齁 好 那每個間隔是30公尺 她要問你 從32號到67號的路燈會距離多遠 所以我們要先算出 32號到67號這之間有幾個間隔 好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從67-32 就知道間隔數量 那乘上30之後就知道 那乘上30之後就知道 這整 從32號到67號 這整段路 它的相距的距離是1050公尺 好 凯君你有找到這張考卷嗎 凯君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那你 那你 你的那個 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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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我的鏡頭齁 這一份啊 後面沒有在釘考卷嗎 你看看這一份考卷吧 因為我是釘在這一份考卷的後面 好 你再看一下有沒有 好 那再來換星譜的 你們把你們的第七單元的評量試題拿出來 這個 第七單元的評量試題 看一下喔 如果你已經拿出來的請按舉手 我要看一下 老師你可以再把它弄後面一點嗎 考卷 嗯 好 就是那個數卷那一本啊 數卷那一本 有一個 有一個 你們一開始是拿到第一單元的 長這樣 有一個圓柄圖的這個 好 如果你已經準備好找到的幫按舉手 好 一會兒已經準備好了 好 你們的那個數卷啊 呃 你們的考卷一整張 上面會有一個 什麼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那個表格啊 那個表格它其實是第一大題的第三小題的題目 就是它的統計表 所以它那時候可能在製作考卷的時候它有點錯位 所以它就跑到上面去了 好 所以你的第一題應該就是從我現在截圖的畫面的這個 科學引有50個同學這一題 開始先看 上面的那個表格先不理它 上面的那個表格先不理它 我沒有找到 你沒有找到 你 你 你的那個 第幾回 第幾回的數卷 你知道放在哪嗎 我們昨天才講了第 十七回 有 對啊 就是在那一份啊 你把它 是啊 對 就是那一份 那一份的那個第七單元 你的第一頁是不是第一單元的 評量是你 哦 對啊 對對對 好 找到的同學幫我按舉手 我剛才看到依華舉手 那其他同學呢 好 育成也找到了 那凱傑呢 凱傑在哪裡 對老師 你有找到考卷嗎 考卷 對啊 哦好 品宏你的考卷有找到嗎 我剛好了按一次就好了 等一下 好 我等你 顏佑有找到考卷嗎 找到了 好 找到了 好 先發到第七單元 咦 所以今天算好是不是沒有上來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他會不會進來 好 我等一下一樣會點人齁 所以你找到了就準備要一起來看 好 好 我這個 好好好 謝謝 謝謝Paul 是你之前在夾在那個嗎 就是那一整份的數學練習體 練習卷 你把它翻到然後 對 你把它翻到第一頁 第一頁是不是第一單元 第一頁 好了 最前面是第一單元 對 對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第七單元 第七單元 嗯 第七 這也是後面的第七頁 嗯 好 你們好像是 我是印證反兩面給你們的吧 對 所以你是第四頁 第四頁 第七單元 是吧 十三回 十三回 不是十三回 是第七單元 長這樣 看我的螢幕 有沒有看到第七單元的評量是 看到了嗎 看到了嗎 不然你就找 看哪一張有圓餅圖啊 長得跟我現在 螢幕上的這一個考卷長得很像的 好 凱傑你再翻翻看齁 那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表格 好 凱傑你先把你的聲音關掉 如果你找到你再幫我按舉手好不好 好 來看到這個表格 好 他說呢 要請你協助他完成這個統計表 這個統計表 那通常我們在做這種 第七單元的題目的時候 通常他統計表都會是一個完成 完整的給你 好 那這個統計表呢 我已經把所有你們要填的數字 都已經列出來了 但是我這裡還是得要問你 請問 我先問玉成好了 玉成 你知道我這一個 90分的20人是怎麼算出來的嗎 玉成 嗯 那個 百分率 嗯 因為這裡有40%對不對 對 好 所以這裡的人數 全部100%是有幾個人 全部100% 全部100% 對有50個人 好 所以我這裡的90分是不是50人其中的90% 對嗎 好 所以50個人裡面其中的40%是90分 好 好 所以我就算出來了是20 好 那以此類推齁 以此類推 所以我的這個10個人 80分的10個人 是因為 是因為 我有50個 全部50個人裡面其中的20% 20% 它是考80分 所以我算出來有10個人 那這裡的60分的5個人呢 它是 全部50個人其中的10% 好 所以我算出來這是5 這是5 好 那百分率怎麼算 百分率怎麼算 依華 依華 有聽到嗎 好 依華 好 它開了所以應該是沒有回我 好 那 那怎麼了 好 好 我要問你這個10 這個百分率的10 怎麼算 百分率的 我想一下 嗯 你現在在問什麼 百分率嗎 對啊 百分率的這個10% 100分的這個10%怎麼算 完了我突然忘記怎麼算 好 好 那你是不是要先知道全部的人有幾個 啊 全 那個 部分出於總數 對啊 所以部分 考100分的有5個人嗎 對不對 對 啊 全班有幾個人 50個人 對啊 所以呢 我是不是算出來 是0.1 0.1等於10% 對啊 所以這裡是等於10% 好 所以後面也是以此類推 好 所以這裡是10個人 70分的佔全部的10個人 所以全部只有50個人 所以我10 數50的話我可以算出20% 好 那你說老師那圓心角怎麼算 嗯 圓心角我可以用百分率去算嗎 我圓心角整個圓 整個圓是不是360度 好 所以我360度佔其中的10%不就是36嗎 好 那我360度佔其中的40%的話就是144 好 那這裡 後面也是以此類推 你們對一下看看你們有沒有寫對 好 那這裡呢 題目 它要請你畫百分數的圓心圖喔 是百分數喔 好 我們呢 第一 可以怎麼分辨它到底要請你怎麼畫 我們第一個分辨的方法是看它三角形這裡給你的圖形的名字 它這裡是百分數圓心圖 第二個分辨方法 因為我們的圓形圖有分兩種畫法 一個是百分數 另外一個是用圓心角 那圓心角的話它 易华老師問你圓心 如果用圓心角去畫圓形圖的話 這個圓形圖會長得跟這個圖的不一樣 會差在哪裡 會差在如果是10的話會變成非常very的小 啊 不是不是我要問的好像不是這個 育成你有聽懂老師想要問什麼嗎 有誰有聽懂我想問什麼 老師你講一遍我就應該聽得懂啊 好我再講一遍 我們的圓形圖有分兩種畫法 一個叫做百分率的畫法 一個叫做圓心角的畫法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兩個圓 它一定會給你一個整個完整的圓讓你畫嘛 對不對 對 這兩個圖 你在還沒畫之前 對 它有一個很明顯的差異 它在那裡 會有很多個疊 會有很多個疊 就是百分數 很多線會有百分數 好 好 很多線意思就是它一定會幫你分成100格嘛 對不對 那分成100格這個畫就是百分數圓形圖 那如果它是叫你用圓形角去畫的話 是不是就給你完整 沒有這些分格線的圖 然後讓你去畫 好 那其實我覺得這邊啊 我覺得畫圓圓形圖最好 最方便的就是它請你畫百分數 因為你只要需要負責去數格子 只要負責去數格子 那用圓形角的話你就必須要有兩角器 然後你要懂得使用兩角器 你才能畫出正確的角度 然後正確的圓形的分線圖嘛 好 那這邊 這邊是你這個圖應該要畫出來的樣子 那因為我今天在做那個這個圓形圖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把它那個 它給你的這個小的間隔數標出來 就它只能畫出就長這樣的圖形 所以我們能看到啊它90分是占最大嘛 最多人考的90 考90分嘛 好 那第二多的呢 有60分跟100分 它們都是占這個圓形圖的10% 啊不對 第二多的是70分跟80分 它們是占20% 那第三個的話是60跟100 好 是占10% 好 所以你們的圖應該要這樣畫才是對的喔 OK嗎 好 那我們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它要你畫的是長條圖 長條圖 好 那這邊呢 它 也是那時候我給你們的圖應該是長這樣對不對 長得很奇怪 好 那所以你們在畫長條圖的時候應該是從這裡開始才對 從0的這裡開始 好 所以下面那三個啊是讀出來的齁 好 那所以如果我在這裡畫的話 長條圖 好 應該是從0開始喔 0開始 好 好 我用這個畫就長得很畸形啊 好 所以它其實你正常畫的話 我們下面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省略它 嗯 這裡應該也是當時我在印的時候它有點跑掉 好 那我們也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畫省略符號 好 所以省略符號 好 畫得有點醜 我把它總畫 省略符號就是波浪狀嘛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下面這部分的資料的話我們可以省略嘛 因為它 0以下也沒有數字啦對不對 好 那所以省略的話我們就一樣從0開始 然後往上畫 那 商人的話是9個 工人是8位 軍人是5位 然後公務員是6位 然後公務員是6位 好 醫生是2位 教室是7位 好 這裡有兩個 兩個填空題問你 他說職業人數最多的是什麼人 職業人數最多的是誰 誰已經寫了 職業人數最多的是誰 你們知道我在講哪裡吧 沒有人要回答嗎 那我要點人了 有沒有人要自願回答的 我 好職業人數最多的是誰 商人 商人 那最少的呢 醫生 醫生很好 所以我們班現在只有兩位同學在上課 是不是 開肩膀去哪裡了 平鴻在哪裡 我還在啊 我還在啊 你們都在是不是 啊你們為什麼不回答 好再來 再來第三題 第三題我剛剛有說 那個圖表 這圖表 這圖表是跑錯地方了 對不對 你們有看到嗎 看到了 好 所以你們的這個圖表是在考卷的第一大題的最下面就出現了 好 那這個圖表其實是第三題的題目 好 那你們畫的摺線圖 這一題要你畫的是摺線圖 你們畫的摺線圖啊 它的形狀應該長成怎樣 聽不到聲音 那 玉璇你 你們誰幫我打字 好你請他 我來 登出去再進哪一次 嗯嗯 好謝謝維高 好 那這裡呢 你們的圖形 就是長了一個 很像V 又很像勾勾的這個圖形 那 那這裡唯一不一樣的是你們這邊啊要點出來 要點出來 要點出來 因為我們會先畫點再去連線嘛對不對 我們在畫摺線圖的時候是不是要先畫點 對嗎 好畫點之後呢再去連線 就是先把我們資料上面的數字先畫點 好所以呢第一次呢是84分 所以我在84分這條線先畫點 好第二次是76分 所以我在76分這裡先畫點 那第三次呢是80分 所以我在80分這邊先畫點 之後呢再把線連起來 嗨 順好 順好你今天還OK嗎 我現在才看到你耶 剛剛可能 因為我這個畫面只能 就是看到六位同學 所以 後面再進來的同學可能 如果你沒有發出沒有出聲音啊 沒有回應我啊 你就會再被擠到後面去 好 那這裡第二圈圈二 請問是第幾次小考的成績最高 第一次 好第一次 第一次成績最高是考了84分 84分 好OK 那第幾次的小考最低 第二次 第二次 好我們把他好像只剩下圍剛在上課耶 好他考了76分 好那他這裡說最高分和最低分相差幾分 還是沒聲音 從真過久一點再進來 我剛剛很有經驗 好 所以這裡相差幾分呢 凱傑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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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有算你回答我嗎 明明你就有算啊 好所以是8分 好再來第二大題我會 點同學負責 第二大題我會點同學負責 第一題 第一題 第一題給凱傑你幫我 幫我寫第一題 好 凱傑你就算完就打 打打上來齁 然後第二題給 奕華 好第三題 品紅 那這裡我要提示你的是那個 中年級的意思就是 三四年級 好 品紅第三題 好 第四題 第四題給 對 圍桿好不好 OK 好 然後第五題 第五題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給誰 看玉成有沒有上來 因為我第五題是想給玉成的 好那你們就先算先算 我給你們 兩分鐘夠吧 不對啊應該也是不用再給你們時間 你第二題 你第二題 哦 我覺得應該不用再給你們時間 因為這我們把就寫完了 第二題第十八 看啊看啊 看啊看啊 什麼都不對 你們好可怕喔 三十八嗎第三題 第三題也不對 天啊 你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欸 最多很最少 三十八 你就是二十四個 他們總共有六百人欸 對啊 然後第二題 二年級是 六百人其中的十二%欸 啊第二題是最多跟最少相差欸 對不起 所以你最多跟最少是誰 對不起 我送出來了 品紅 啊週年級有幾個人 週年級是十七%再加二十一%欸 我說錯了 所以總共是三十八%欸 我說錯了 他問你幾個人欸 不是問你幾%欸 喔我說錯了 對啊 維剛你是第四題好了對不對 第二題是九十六 啊我算總是第五題了等一下 第二題是九十六 第二題是九十六 第二題是九十六對了 老師 好我們等一下來請你念 啊那個什麼啊 那個 凱俊啊 你 你又想不到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第一題它是二年級是十二% 好 所以全部呢一百%有六百人 好 六百人其中的十二% 是二年級的學生嘛 好 那這十二%的二年級學生呢 他們有近視 好 所以總共是幾個人 凱俊你這一題有算嗎 凱俊你這一題有算嗎 這一題有算啊 多少 多少 凱俊你還是打錯 第四題 沒有我第一題啊第一題 六百的十二%多少 等於六乘以十二 摔子多少 摔子多少 七十二 對啊很好啊 好 那時候我們在 之前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我四五題都算完了 好好 那你等一下 我等一下等到你的題目的時候 我再請你幫我們回答 那時候我們之前在算題目的時候 我說看到percent 那看到兩個零可以先消掉嗎 所以剛才凱俊就直接跟我說六乘十二 所以是七十二 好所以第一題是七十二人沒有錯啊 七十二人 好 凱俊你剛剛到底錯在哪邊 你看一下你 你是哪裡錯 好 那剛才依華幫我們算第二題了 依華你第二題怎麼算的 依華 嗨 你第二題怎麼算的 呃 呃 呃就是二十四先減掉八 好 因為最多是二十四percent嘛 對 好 所以最多是二十四percent 然後咧 最少是八percent 好 因為他說最多跟最少相差多少嘛 所以要用減 相差的話用減 好 減完之後 因為我還是問你幾個人 我不是問你幾percent嘛 所以我要把人 乘到被乘數 好 所以你這裡算出來是多少 看出來是 九十六 對 九十六人很好 好 第三題 第三題 剛才是品宏嘛 品宏你算完了嗎 品宏 哦 哦 所以你現在聽得到我的聲音了嗎 玉成 所以現在是有聲音的嗎 還是聽不到聲音 好 要等一下OK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中年級這裡 我沒有看到品宏跑去哪裡了 品宏是剛剛有那個嗎 跳調嗎 他應該有燈出去嗎 好 因為我這裡現在沒辦法按 欸 沒有欸 品宏會來的 阿品宏 品宏 你第三題算好了嗎 228 228 好你怎麼算的 你是先把中年級有幾% 30 中年級是不是有 三年級有17嗎 對 啊四年級有21 所以總共有38 好 那可是他這裡是問你%嗎 他是問你總共算幾%嗎 不是 不是嘛 他是問你幾個人嗎 所以我要把人 全部總共有600人 放在倍乘數 好 所以剛才品宏我們說 品宏說這題算出來的是 228人 好 對了 好 浴辰 浴辰你聽得到老師的聲音嗎 心理公通 我剛剛你說你的第四題好了對不對 第四題跟第五題 都好了 那你 很棒那個 第四題是1.5 很棒那個 第四題是1.5 都 好 有你們等我一下 你們等我一下 因為我的 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有 有 有 你們等我一下下 因為剛剛我的 手機 有人打電話進來 好 原來如此 對 所以我從登進去 沒事的 好的 我回來了 好的 我回來了 好 我剛剛把我電腦的麥克風打開來 所以就會有回音 我下去把它關掉了 好 剛剛維剛說他的第四題算出來是1.5是嗎 好 對 那維剛你可以告訴我們你怎麼算的嗎 你是不是先把五年級的人數先算出來 對 對 600乘以18% 很好 所以五年級的人數先算出來 所以五年級有幾個人 呃 我看一下 6乘以18 108 對 108人 好 那二年級的人數是不是一樣是600 那二年級佔的是12% 好 那也是我們的第一題就有算出來的 72 對72人 好 所以他說五年級是二年級的幾倍 所以是108 108乘以72 去數上72 很好 所以這個是1.5倍 對嗎 Yes 好 剛剛我想說那個第五題要給玉成 可是玉成他的網路有點 對有點斷斷續續的 他說他會延遲 好 那所以我們就請玉剛代為回答 好 你講 2.1 是2.1沒有錯 可是你可以告訴我們你的2.1怎麼算嗎 好 這裡呢 84%加18% 好 那這裡我們就先看 第一年級是不是12年級 好 所以12年級這裡總共有20% 好 那高年級呢 高年級是五六年級 所以高年級你這裡算幾% 42 對42% 好 所以高年級的人數跟低年級的人數怎麼算呢 低年級的人數是600然後乘上其中的20% 20% 好 所以你這裡算出來是多少 好 120 對 好 那高年級呢 是600 252 然後呢 乘上 42% 好 所以你這裡算出是252 很好 好 那他說 高年級是低年級的幾倍 所以252 除以 除 120 好 所以剛剛為剛告訴我們是2.1倍 好 如果你這一張都對完了沒有問題的請你幫我按舉手 好 好 是要完成喔 這一張要完成喔 要寫完喔 不要沒寫喔 第幾回 什麼第幾回 那你剛剛怎麼寫的 蛤 你怎麼 什麼第幾回 我真的會生氣耶 第七單元的評量試題 不是我剛才評量拿出來然後現在不見了 我是說考卷 我現在在講的是考卷 你為什麼拿評量出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各位 我一直想說什麼評量試題是不是 評量試題是這一張考卷的名稱好不好 原來如此 凱傑你這一份寫完了沒 凱傑你這一份寫完了沒 好凱傑 凱傑 你這一份寫完了沒 蛤 寫了啊 寫完 全部都寫完了 呃 還有一點沒寫啊 有一些不會的沒寫 有一些不會的沒寫 不錯是之前的 喔 之前的 我是說你這一回寫完了沒 有啊 好很好 好 凱傑你寫完了嗎 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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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 休息五分鐘 一百分鐘 好 我們已經 我們好像從現上課到現在 都沒有完整的休息過五分鐘對不對 好 這裡對時喔 看到我螢幕這邊喔 五點零八分 五點零八分 看到嗎 好 我要睡覺 所以呢 我這裡設定五分鐘 五分鐘後回來上課喔 晚安 不要睡啦 等一下真的睡著了 我叫不醒你走吧 呵呵呵 那那個什麼啊 育成你你的狀況 處理完了嗎 好 我回來看看大家 你們有什麼 要留言的 可以留言給我啊 OK 欸 功課好多 你是說學校的功課 是不是 哇 都功課好少喔 我會講你真的是 他們會覺得你這樣講話很挑釁 耶 欸我看一下 育成在嗎 育成應該在喔 育成在嗎 育成在嗎 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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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厲害的 空起 話 育成 育成 所以我們自然平常先準備好 嘿然後 我來看看 盛好 盛好 你今天還好嗎 我好想睡覺 想睡覺 阿你喉嚨有沒有比較不痛 沒有 還是很痛 有一點點比較好嗎 好你可以那個阿 那請看看家裡有沒有人可以幫你去買喉糖那類的 我也確定 所以 那爸爸他們呢 爸爸他們能出去嗎 爸爸晚上才會回來一次 喔 他就繼續都出來了 喔 因為我想說如果 還是什麼 鼓鼓他們看如果他們有空可以幫你買個喉糖還是什麼 然後 有那個 之前去 那時候看了那個喉嚨 要喝那個 噴喉嚨的嗎 喔 有 然後 然後家裡如果那個漱口水阿 你也可以 拿來就是漱口 然後 會讓你喉嚨痛的症狀會減緩一點 然後你就多喝水 阿你 不要吃那種餅乾阿 那種東西 那種東西先不要吃 因為那種東西會讓你喉嚨更痛 OK嗎 嗯阿 阿你就 你有力氣你就聽 好 你就先聽沒關係 阿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覺 也沒關係 因為先把身體養好 好不好 好 嗯 好 我很高興你還有 認真上來聽課 好 我們兩分鐘後上課喔 一華 一華 謝謝老師 你說你功課很多是還有什麼功課 我有國倦國中數學 國倦國中數學 那數學是數學是第七單元嗎 應該是加油小戰吧 加油小戰 那我們那天好像有講了幾題 你那天有聽的話應該 沒有關係 我有數學的電子書 不是阿你還是要先寫阿 你那次寫完之後你再去對 又不是你可以邊寫邊對 你這樣子怎麼會知道怎麼寫 嘿 你知道你可以在直播上看到我嗎 為什麼 不是阿我之前那個 玩遊戲的時候 我看別人那個開房間 我都會自己跑進去 然後就看我一直在直播裡面 可是我不會看玩遊戲的直播 我進直播了耶 你現在在進直播嗎 還是四百周人看著直播 好好 我們要準備上課了 請你先認真上課 你現在也在我們的直播裡阿 我們現在也是直播 你們各位也都在我們的直播裡阿 我們這裡也有十二個人 我最少進去的也有十四個人 好囉 倒數囉 好 我就直接按暫停了 剩三十秒 那如果你都回來位子上的同學 請你幫我按舉手 我不用舉手 我有說 我有嘴巴 好 你有嘴巴 OK 這樣也很好 舉手 好 都到的同學幫我按舉手 好 舉手 好嘞 那我們就準備上自然囉 把自然品量拿出來 好 還記得今天要翻到第幾頁嗎 不記得了 好 好 我又講真道 我不知道 我說我們自然是一回 我們自然是一回 所以是哪一回呢 就是那一頁啦 來快點 我看誰先回答 我哪知道哪一頁 我看誰先回答 我們都爆掉了 看了好像只有 維剛很努力 嗯 我說回答 我們自然要講哪一頁 我們就這一回 我們都沒有那一頁 欸欸等一下 等一下 七三七四 黃凱俊仙的 黃凱俊仙 很棒 維碎鮮乳 維碎鮮乳獲勝 他說他已經壞掉了 過期了 所以現在應該是 優格 優格鮮乳 維碎過乳 你說 因為他過期所以念過乳 這是什麼奇怪的東西 我會有沒寫的東西 結果真的是這兩頁 所以你沒寫 我聽到關鍵字了 蛤這一頁要寫 然後到底幾頁啊 不是七十七五嗎 七三啊 七三先啊 可是我七三我有寫 喔 好呦 好呦 維碎你有寫嗎 有 有 我剛才在笑什麼 你是覺得他可能沒寫是不是 我有寫啦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這回事沒有 好我幫你來找找看 我們來看看 你等一下我問 然後你看看你覺得誰的 你需要笑一下 好 平鴻平鴻 喔 那你把耳機拔掉 或者是換個耳機試試看 平鴻 平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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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好,那我等一下講了就要把它補上去囉 好,來,第一題,第一題 我先讓那個沒有認真完成我給的功課的同學念 來,一、二題我們給凱傑念,來凱傑先念第一題 四非題對吧? 第一題啊 OK,靠海的地區空氣中水分較多會加速田的生鏽狀態 因此靠海的區域田字餅會比較容易生鏽 好,來,我們有聽過海風 就是靠海的地區啊,它吹的風就會 它帶的那個水分就會比起我們一般 就是離海比較遠的地區的水分會來的低 好,所以在靠海的地區它的海風的水分會很高 好,所以水分高又有海又有氧氣又有水又有氧氣 那是不是就會加速我們的鐵製品生鏽 好,所以這題是圈 好,開始第二題 老師,第六題就要念可以嗎? 好,可以 好,可以 第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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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實驗時 將兩個鋼棉分別沾醋和水後 沾水的鋼棉比較容易生鏽 錯是沾醋 好,所以這邊沾水跟 他說沾水的鋼棉比較快生鏽 所以把這個沾水化掉應該是沾醋 沾醋 因為醋會加速我們鐵製品生鏽的速度 好,再來第三,第四題我們給品宏 品宏第三題 腳踏車鏈條加上潤滑油可隔絕水分但無法防鏽 是嗎?對,錯 好,他既然可以隔絕水分 那他就可以少了一個戒指 那所以他腳踏車鏈條加上潤滑油 他不僅可以隔絕水分 其實他對空氣裡面的氧氣 他也可以隔絕掉一點 好,所以他呢 是可以 可以防止生鏽的 所以把這個無法改成可以 改成可以 好,品宏第四題一樣是你的 為了 為了防鏽罐頭內壁 會 罐頭內壁 會 會 鍍上 異常 異生鏽的 物質 對,還錯 對 對,好,很好喔 好 那前面這幾題應該是我們其中考範圍的嗎 好,那第五題來 五、六都給尾剛 來,第五題 OK 將乾燥劑放入食品包裝中 主要功能是吸收包裝內的水分 抑制為生物生長 對 對 好,你可以舉例我們什麼食品裡面會看到乾燥劑嗎 海苔 海苔 海苔有 它是不是長了一包小小包的 然後它裡面好像有一顆一顆東西 那個就是乾燥劑 它可以吸收水分 對脫氧劑 或者是乾燥劑 好 可是脫氧劑跟乾燥劑一個是要吸水分 那一個呢 呃 呃,吸空氣 對 所以是不一樣的 好,那第六題 發現黑莓菌的人士佛萊銘 人類將黑莓菌中的殺菌成分提煉出來 稱為黑莓素 使用在醫療用途上 X 好,是什麼 青莓菌 是黑莓嗎 是青莓菌 好 來,依華 依華 依華剛才有挑出去 我不知道他回來有沒有連到網路了 誰可以告訴我 不是不是 把這裡的黑莓改成青莓 那誰可以告訴我們評量的重點補充 好 依華你在我們評量的重點補充哪裡有看到青莓菌嗎 在第三單元的那個重點 好,那你可以幫我們告訴我們他在第幾頁嗎 第二單元重點 在那個 我們的重點有這個部分嗎 欸,這點沒有 沒有 沒有 是在自然課本 沒有 好,所以你們自然課本是會看到的 對 那這也要記起來 就是佛萊明 好 那 好,我來把它找 找到你們自然課本的部分好了 那你們自然課本現在在手邊嗎 有人可以拿到自然課本嗎 我可以 那你可以告訴我在自然課本第幾頁嗎 等我一下喔 我必須找一下 看誰找最快喔 我們來看一下在自然課本哪裡 因為我已經 我只要站西座,可是我和站課本 在哪裡 好,我現在已經找到了 來囉 在4647 看到了嗎 我是不是比你們誇很多 老師你有電子輸 好 所以呢 我們剛剛評量寫的是 黑莓菌 但其實呢 課本這裡告訴你們的是青莓菌 那青莓菌呢 這裡講到 它可以用在哪裡 用在哪裡 青莓菌可以大量生產 並用在治療民眾因 細菌感染而導致的各種疾病 好 所以這個青莓菌是誰發現的 佛萊明 OK嗎 佛萊明 那使用青莓菌等這類的抗生素 好 所以青莓菌就是我們很常聽到的 它叫抗生素 好 它需要醫生開處方前 就是你平常自己是沒有辦法取得這個東西 它需要醫生去診斷你的病情啊 是不是需要用到這一類的商品 好 那所以它平常不可以拿來隨便使用 不可以拿來隨便使用 它是需要你有身體有一些症狀 需要去治療的時候才能拿出來用 好 我們就回到評量囉 好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第六題是參 好 那第七題它說 微生物對人類並不是完全沒有益處 好 它可應用於製作食品 好 分解落葉等方面都來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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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來選擇題 選擇題第一題給易華 下列哪一種鳥類是會來台灣短暫休息秘食和補充體力的 一嗎 灰面黃鷹 好 所以它通常我們會稱它們為過境鳥嗎 對啊 那哪一個是過境鳥 一 國境鳥 一 一 OK很好 那 尖尾鴨有課本有特別提到嗎 沒有 小水鴨呢 是 是什麼鳥 那如果你沒有記得的話它在五十頁 五十頁 五十頁我們之前被過後鳥的部分 它有分 下後鳥 東後鳥 東後鳥 跟國境鳥 跟國境鳥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五十頁 好 所以我們看到小水鴨小水鴨它是東後鳥 那我們剛才第四個選項是八色鳥 八色鳥的話它是下後鳥 好 我們翻回來 七十三頁 好 第二題 第二題 玉成幫我們唸 我 我先看一下玉成他能不能 回來幫我們唸 因為他剛才是聽得到我的聲音的 所以應該是 看看可不可以 玉成在嗎 怎麼不是我 你剛才幫我們唸兩題了 我怕你太辛苦 不行我要唸 你還要唸喔 好 我看一下玉成 他是不是 欸有啊他有在啊 他在可是他有可能斷 他可能 沒有斷念話之類的 好吧 那你幫我們唸幾二題吧 我唸 好好好 謝謝維剛 那是福壽羅 對台灣的生態帶來很大的影響 也破壞了相當多的生態環境下 裂哪一個是福壽羅對台灣生態的造成的傷害 哪一個 1 好 我們說到福壽羅我們就會想到他跟農作物 就他會在農田裡面嘛 那我們的農夫都會去定時的就要去撿福壽羅 因為他們會在農田裡面殘軟 那殘軟的話他就會有更多的福壽羅出現 那福壽羅呢他為什麼會讓農民這麼的厭惡呢 因為他會去吃植物的嫩筋跟柚葉就是剛長出來都還沒有長成就是我們的食物跟 對成品他還沒長出來的時候他就先把嫩筋跟嫩葉吃掉 代表他輕輕苦苦種出來才一點點成果而已就被吃掉 他就完全沒有辦法採收了嘛 好所以呢福壽羅 那福壽羅他又稱為什麼 我們通常會叫外什麼 我們會叫他們外來種 對啊 那我們外來種有分植物跟動物嘛 動物 這個是動物的部分對不對 那動物的部分還有哪一個外來種呢 你們有記得嗎 還有人有記得還有什麼外來種嗎 埃及聖火 有還有勒 紅火蟻 還有勒 還有什麼 蚯蚯 還有什麼蚯蚯 對美國蚯蚯 對美國蚯蚯 好那植物類的呢 銀河花 還有勒 還有勒 還有布袋臉 還有布袋臉 你們很常布袋臉沒有被到 好再來我們看74頁 74頁 74頁我們來看第4題 第四題 第四題它說 在台灣的棲息環境中 下列哪一種地方 我們又看到我們很常寫到的 玉山 杜鵑跟黃鼠狼 好 黃鼠狼我們好像第一次看到它喔 所以是高山 所以我們寫到很多次了 它說地球上有各種不同的環境 下列哪一個敘述錯誤 好 沙漠地區它的葉子是寬大 用來保存水分嗎? 沒有 是寬大嗎? 是增狀 對 是增狀 就像我們平常會看到的什麼? 尖倫藏 尖倫藏很好 那強風地區的樹通常會彎曲解安小 它如果長太高 風太強會不會把它吹壞? 會不會把它吹倒?會 所以它當然就是會適者生存 它就會去適應它的環境 所以它當然就會改變它的外觀跟形態 所以它當然會長得比較小啊 好 那草原上的動物會擅長奔跑 它是不是要 因為草原上沒有遮蔽物嘛 所以它如果跑的嘛 它是不是就會被抓 就是會被其他獵物吃掉 所以它必須要跑得快 它必須要跑得快 好 那極地地區的動物呢 它的皮毛會很保暖 它會有很厚的什麼 脂肪嘛 它的脂肪可能會比較厚 好 在第六題它說 為了適應氣候與環境 此類植物將葉子演化為真狀 好 象徵一樣性 好 象徵一樣性 不就是我們剛才這邊看到的嗎? 好 那這裡跟 它說這裡啊 葉子寬大 那跟大有關的話 應該是說它有膨大的精 它未來要儲存水分 所以不是葉子寬大 是它的精會膨大 好 那所以呢 這一題我們就要選四仙人掌 好 所以在沙漠地區的仙人掌 沙漠地區的仙人掌呢 它有象徵一樣性的外型 然後並且它擁有膨大的精 它是為了要來儲存水分的 好 那台灣近年來只要雨量過大時 山區就會有土石流 好 那土石流是不是你的土壤不夠? 不夠 它的那個抓 抓度不夠嗎? 沒有生根植物 對 那第一 有可能的是它在山上種了一些淺根植物 所以導致它的土很鬆 所以會造成土石流 再來的第二個狀況是 沒有做好水土暴絲 對 那所以呢 是不是因為它可能是因為居住地 人口太多居住地太小 所以它去爛墾或者是爛建 去那個山坡地上面建一些 它需要可能建一些工廠啊 或者是房子啊 那它那個土地就會鬆弱嘛 那鬆弱的話它就會造成土石流 所以是2喔 好 是山坡地的爛墾爛建 OK嗎? 那排放廢氣是跟空氣污染有關 那排放廢水呢是水污染 那這裡的燃放鞭炮呢? 那排放鞭炮應該是跟什麼污染有關係 呃 空污 對 空氣污染很好 謝謝凱吉 凱吉有在上課喔 非常好 原來如此 好 那這個生鏽的部分 我們把它跳過 我們把它跳過 我這裡直接給你們 好 會生鏽的當然就是鐵製品啊 所以它這裡的木船 木船的話它會發霉 它會發霉但它不會生鏽 會不會把你吃掉 對 好 那這裡呢 我們還記得這三個標章嗎? 我們上禮拜的課 記得 記得齁 好 那我來 這一個 一顆地球外面有葉子是什麼? 環保 環保 環保不要這樣很好 好 那 一個手 然後 潔能 中間有一個火 對 潔能 那這個呢? 碳標籤 好 我們說碳標籤 會在我們的平常一些食物上面會看到嗎? 那你們有沒有去找你們平常日常生活中 有沒有哪些東西裡面有碳標籤的這些 沒有 沒有人去看是不是? 那你們明天找找看 我們明天來分享好不好? 好喔 好 有聽到的同學幫我按舉手好不好? 因為現在好像只有 好像只有 那我會剛才回答我 好 好 凱俊有 好 對 凱傑會在那個關鍵時刻回答我 舉手 一樓你是不是 早去下功課 我會上帝啊 舉手欸 好 然後一樓很舉手 他應該是想說大家都在舉手 所以舉個手 所以一樓你知道我們為什麼要舉手嗎? 一樓 呃 有沒有看到那個潔能標籤 喔 所以你明天要拿跟我們分享喔 是探足跡啊 什麼 喔 探足跡 你看 我在那邊亂回答 他也在那邊亂回答我 喔 喔 真的 你看聖豪都在笑你了 喔 一羽驚醒夢中了呢 你進來洗 我沒有在睡覺 我在寫功課 你就在睡覺 你要不要上完課再寫 我們快上完課了吧 半睡半醒的狀態 我不 好 那這裡防秀 防秀我們也是之前就交過 四一一三 一三 一三 好 對了 我們有電鍍跟上游 好 那再來呢 土地 山坡地的破壞 我們剛才不是有講很多嗎 一二 那所以這是不是爛劍 它是不是在那個山坡地上面建球場 所以這個不行嗎 好 所以這個會造成破壞山坡地的行為 所以這裡要打叉 那你們要注意的是這邊喔 它都會說請打叉請打勾啊 你們不要寫錯了 好 那這裡咧 這是不是在種植一些淺根的植物 也不行 它也會造成我們的土石流 好 造成山坡地的破壞 好 再來我們的第五部分 一華 我先讓一華 一華 嘿老師 第一題 嗯 給你念 如果要買簽 移到台灣候鳥的照片 不可以挑選夏列那一種鳥的照片 好 剛剛我們才看 好 剛剛我們才看那個五十頁 上面有講到 熱帶的 那是熱帶的 好 那小水鴨是什麼 什麼鳥 東候鳥 八色鳥咧 夏候鳥 好 黑麵皮鹿咧 東候鳥 好 所以又只有圍剛在回答我了嗎 其他同學呢 睡著了嗎 沒事 睡著了 沒事 睡著了 那 凱杰 第二題交給你念 來 第二題喔 嗯 在溪流 可能會看到 夏列哪一種動物 溪流 溪流 溪流會看到哪一種動物 台灣魚 台灣魚 馬口魚 對 好 那彈圖魚會在哪裡看到 十地 施地 很好 第三題 圍剛 你幫我面 凱杰 妳把麥克風關掉 鎫杰 你把麥克風關掉 妳那邊的風聲有點大 是是是是 對是 因為他說冬季嘛 然後我們又看到後鳥 所以我們就會想到是黑麵皮鹿 好 第四題 第四題 品宏 品宏在嗎 通關過 嗯 在 好 通關考驗 哦 通過考驗 嗯 在練哪一種植物不是外來入侵種 嗯 是 嗯 錯了 我剛剛 哦 我剛剛在講五十一頁的時候 我說你們布袋連常常都會忘記它 好 所以當然是2啊 2啊 他是台灣高山的特有種嘛 對不對 好 再來 下面哪一個不是外來入侵種對台灣生態的影響 不是哦 咪 咪 好 我來問一下顏佑 顏佑你第五題 你這一題寫多少 顏佑在嗎 好 咪 好 那 那維剛你幫我們回答一下這一題你寫 1 對 是1哦 好 他說呢 外來入侵種使原生種的食物更豐裕嗎 沒有 更充裕嗎 不是吧 他是不是都會去破壞我們的原生種的生態 還補死他們 好 所以設定選1 對 謝謝維剛 好 所以你們對一下這一頁 對一下這一頁 好 我們等一下講國評 等一下我們來講國評 育成你有辦法 你現在的 好幾點 晚數有辦法開麥克風嗎 是 上到幾點 3到6點 3到6點 你們需要休息嗎 應該不用了吧 嗯 應該不用 我們就把它上完 好 要 要 好 所以育成你現在有辦法開麥克風 要用打字的 好吧 好 我想說我等一下要點你 他有預判 好 沒關係 那希望明天我們 育成會把這一個狀況 解決了 好 是他學會預判的 好 再來 一樣喔 有信心喔 那我現在應該要切回另外一個 好 等一下我們的國評要講哪一頁 噢 剛剛是凱峻答對嗎 好我等一下幫凱峻加喔 現在這裡記錄一下 為什麼我只記得L9的東西 那我們的國評呢 L9是券 L9是券 是好券 我們今天先講評量 我只記得L9怎麼辦 一樣啊 去從我們評量這哪一回還沒寫完 去判斷啊 從整活動嗎 我們今天就只先講 其中一頁 誰知道是哪一頁 誰知道是哪一頁 來老師我沒口氣完86 不是86啊 86早就講完了 你還沒寫嗎 我沒寫 還給我笑 要寫完了啦 對我很好笑 屁滑 屁滑 老師怎麼了 我們國評要講哪一頁 拿什麼東西 幫我回想一下 你國評拿出來啊 你們沒有拿出來怎麼會知道要寫哪頁 你們沒有拿出來怎麼會知道要寫哪頁 89 好 我剛剛很努力的在翻 雖然他 前面沒有補完 可是他很努力的在翻 他對我在上課回應老師 89 好 所以請你們翻到89頁 89頁 89頁 第一大題交給你們寫 第二大題我找同學來找錯字齁 來一華幫我唸第二大題的第一題 誰 一華 第二大題第一題 我能賭定的告訴你這個房間不到產品 好小喔 這個唸賭嗎 這個字唸賭嗎 這個字唸賭嗎 這個字唸賣嗎 對不對 好所以他要寫賭定 所以這個字第一個字錯了 好不到三 平的平是平良的平嗎 不是是徒步的 不是是徒步的 好我們等一下再來把正確字寫上來齁 好然後第二題 第二題給圍剛 好 嗯 守規矩的他不會 什麼字啊 好這個字唸闖嗎 不唸闖對不對 好 你們等一下下課去找這個字怎麼唸 老師我現在就可以來找這個字 下課再找 明天告訴我的才能加分喔 這一個字 這一個字 好 好 所以你們想辦法喔 想辦法把這個字找出來 明天告訴我他怎麼唸喔 好 所以呢 守規矩的舉錯了 跟闖紅燈的闖錯了 好再來第三題 第三題凱傑 我將用我將水餃餡料攪拌軍人的角 好 好還有勒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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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被扮住的扮嗎 那腳扮的扮住哪個扮 哦扮是 扮是 手部的嗎 對手部的扮 所以扮錯了喔 對手部的扮 所以扮錯了喔 好第四題 好 凱傑幫我把聲音關掉齁 第四題 第四題 平鴻 平鴻 呃 蛤 第四題 呃 呃 再來咧 不對喔 是臉頰的夾 然後你去喝個水 你去喝個水 你去喝個水 好再來第五題 流浪漢 然後咧 醉倒 醉倒 這裡要講的是醉倒 好 在兩題內 然後你們的題啊 要記得 你們的題很常會 沒有找到這個字 好 所以呢 這一頁 先寫 先寫 不對 應該不是先寫 應該是先對 你們有寫過 對不對看 有哪一個字寫錯了 或者是哪一個字沒有寫到 不記得的 把這一頁先對 對好的同學幫我按舉手 好 好 遇成你對好了嗎 遇成你對好了嗎 遇成你對好了再打字告訴我 好 好 她為剛呢 好 妳在挖什麼 你對好了嗎 等一下喔 好 妳在做什麼 妳認真是打課上完好不好 我看什麼 平鴻 妳對好了嗎 好了 遇成你打出來了 沒有錯 但是同學看不到注意 -鱼音哺哼 - 喵哼 郁臣已經找到了 - 可是我們明天再跟大家公佈好不好 - 齁阿倒了 我知道郁臣有找了 -哈喔 郁臣不行喔 - 有看到的就看 - 啊沒有看到的等一下自己找 - 明天我會公佈 - 明天好 - 再來 手機裝飾了 - 我把它收掉 - 欸 既然不是這個 - 好 第二個字念什麼 好 這裡 第三大題第一個字 知道的同學直接唸 不是門部的餒 我會講 我會講 等一下再查了 我們先把評量一起上完 快點 第三大題 好 你們可以開麥克風 把麥克風打開來 這一個字唸什麼 人 對不對 那它是什麼部 手部 手部嘛 好 這裡是要寫部手喔 不是寫注音喔 好 那這個呢 仁 然 好 所以它是仁 布 好 這個呢 奶 粉 是女 女 布 好 很好 好 所以我剛剛說第二個念仁 然 然後第三個奶 粉 然後這個呢 仁 掉 好 所以我們來看要怎麼放進去喔 它說 媽媽向來十分節儉 每當灌裝什麼 奶粉 奶粉 所以這裡要寫的是代號喔 好 田路代號喔 所以每當 奶粉 好 依華 可以接著幫我往後念嗎 他都不會 他都不會 扔 扔 扔什麼 扔掉 扔掉 所以是一 再來 而是把它拿來 而是把它拿來種花 以使家中經濟變寬寬 寬鬱 寬鬱後 它 仁 維持 呃 這個習慣 好 它仁 維持 仁 維持 仁 維持 仁 維持的這個習慣 好 OK 好 再來 拜拜 維剛 等我一下 原諒 呃 勞 勞 勞 術 好 我就要先問你說這三個字 是不是同一個字 它都念饒對不對 好 它用在原諒跟寬術的時候 我們會說是 我先把它編號齁 那你們是要寫國字喔 好 所以要念饒術 對不對 好 好 那如果是在赦 赦免的時候咧 饒命 饒命 很好 那非常具有 就是非常 擁有很多的那種感覺 好 饒腹 好 那這個念智 智嫩跟智氣 好 那跟幼小 氣嫩有關的 我們當然就是念 就是放在智嫩的 好 智嫩 好 智嫩 好 那孩子氣呢 好 我說這個人講得很 對 很稚氣 很稚氣 好 這樣OK嗎 這一個部分 三四大題好的 幫我按舉手 好 我來了 我來了 好 凱俊好了 還有嗎 其他同學還在寫嗎 好 一華也好了 顏佑也好了 凱吉也好了 平鴻呢 平鴻呢 平鴻你的三四大題 好了嗎 育成好了嗎 等一下喔 好 我等你 育成呢 好了 好 OK 育成你好了嗎 育成在嗎 育成在嗎 好 那我們今天啊 喔 要等等 好 我等你 我們今天啊 我排的進度 我今天就上到這一頁 那 我現在再切回去我們的聯絡本 讓大家看一下 好 可是我等一下育成好了 我讓他把這裡寫完 那我現在要提醒你們的是啊 我們的 自然評量是全部都完成了 然後呢 數學評量呢 也是全部都完成了 那 凱俊 凱俊你 幫我檢查一下你的數學評量 是不是也全部都寫完了 好了 OK 好 凱俊你幫我檢查一下 你的數學評量是也全部寫完了 齁 對 好 很好 那 再拉我 我先 讓你們看一下我們 上週 老師 嘿 我找到了 找到什麼啊 你說那一個字怎麼念嗎 欸欸欸欸 明天再跟大家講 好不好 明天有找的人都可以 都可以加薪喔 都可以加薪喔 老師不慘 唱三聲 三聲 不是一聲 是三聲 好 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 好 這個 是上週的 進度 上週的聯合本進度 然後呢 好你們先看我講的 好不要再查了 這樣我要幫你們把信心扣掉 不許 好 這個是 這週的 星期一跟星期二的 好 那我來考考大家好了 來 我剛剛有說我們有兩顆評量是全部寫完的 那我要來問一下同學是哪兩顆 一華 我 我知道呢老師 一華我們拿兩顆評量是全部寫完的 數學跟自然 好很好很棒 好所以我們的數學跟自然是全寫完的喔 好那我們數學現在呢 就是用我們的考卷練習 所以我們 基本上 我們會一天寫一回 那我昨天排的是18回 那通常就是 第一天我們會排一二大題嘛 那第二天我們就是把應用題寫完 所以我明天就會開始檢討我們的18回的數卷 好 那自然考卷我星期一是寫14回 那所以我們明天也會檢討14回的考卷 所以明天要把數學考卷跟自然考卷準備好 數學考卷跟自然考卷準備好 如果聽到的同學幫我按舉手 舉手 好OK 好 那今天呢 今天呢聯絡本我抄的是國卷要寫L9 那我們國卷就剩下L9寫完 就那一份三張的考卷就寫完就完成了 那這個禮拜也會檢討 這個禮拜會檢討 我會再排一下 我看是要星期五還是星期四的時候檢討 國語考卷 然後社會評量 社會評量寫的是94到96 然後文德是92到95 所以要記得抓緊時間寫 你們線上課的那個 每個課的中間的時間就有空就把它拿出來把它補完 好 然後呢我們今天還有什麼事情還沒做啊 你們今天還有什麼事情還沒做 你們今天還有什麼事情還沒做 怎麼沒有人回應我咧 你覺得呢老師 拍照 我問你們啊你們覺得我們還有什麼事情 拍照 對那可以開鏡頭把鏡頭打開來吧各位 平鴻我跟妳講昨天啊你沒上來上課 換了一個口味 欸 好 平鴻我跟妳講你昨天沒有上來上課我們好孤單喔 因為我們能開鏡頭的同學就少一個 好 所以你今天把鏡頭打開來陪我們吧 好 好 預測妳的是不是沒辦法開 那裡好暗喔 觸摸的 我來我來練習 你們很可愛欸 你們 去換照片是不是 喔 這個是 剛剛炎佑 好 嗨 凱傑妳這樣我要幫那個馬力歐加 我不要幫妳 準備好了嗎 炎佑妳要再上去一點點 不然會看到很多角落的生物 我會沒有看到一個 正好妳會不會做的 太舒適 你這樣會看不到鏡頭欸 好準備好了嗎 平鴻妳好嗎 好了喔 準備好了 包子茶怎麼辦 斷掉 凱傑妳還沒好 好 正好妳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妳不要流下去 躺平喔 好 1 2 3 3 3 好 喔 凱俊等一下 凱俊剛才留言 所以我截到他的留言 哈哈 為什麼 為什麼變成 為什麼變成那個啊 麥香紅茶 麥香紅茶 因為麥香紅茶 凱俊妳不要再留言了啦 你完了我也要來 你們去 抓屏幕是不是 你們這樣 好好好 我真的覺得我這裡快變飲料 那個Seven了 飲料點 神秘重新開機 神秘重新開機 好多飲料點 好 你們要看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們要看了 我要刷牌 等一下 我來狂刷 好不要再刷了拜託 我 讓你們看一下喔 欸 不是這個 我可以放一個背嗎 看到了嗎 看到了嗎 老師妳怎麼把我的手伸掉了 我的手呢 妳的手 我這裡只能看到這樣 這麼多的畫面 妳就看得到 好 那我們今天課就來到這邊 因為我們今天有提早開始 因為我們今天有提早開始 對 海姐姐今天是什麼 一對太媽 不要亂講 那明天幾點參課 明天好像 好像十五分吧 不是喔 欸還是 還是 明天是四點喔 明天是四點喔 明天是五點半 然後明天十點半 要去上音樂課 OK嗎 好 如果你要記得 如果你會記得 時間的 請你幫我按完舉手之後 你再退出 好 OK 十二點不升級 海峻你十二點要進來 好 好 海峻你十二點要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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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寫功課 我陪你寫功課 陪你寫功課 我陪你寫功課 好 好 好 OK的 我看得到舉手了 好 平衡OK了 好 順好OK了 順好不要再按了 要降機了 好 顏葉OK 好 啊一華咧 一華你跑去哪裡了 我又加星星欸 加星星我等下幫你們加 加星星我等下幫你們加 多加多一點 好 我今天會幫你多加一個 因為你有 因為你有 海峻好 我看到你了 好 那你們功課還沒寫完的 先去寫功課齁 然後 如果要先吃飯的 就先吃飯吧 好不好 我要去吃飯 今天又OK了 一華你跑去哪裡了 一華 他不見他跑了 一華你剛才在做什麼 一華你把聲音打開 那我吃飯 嗯 你說 好 再寫功課 因為平常上完了 喔 那你功課寫了多少 我寫完了 全部寫完了 對 你說剛才的國中 然後數學 喜作還有什麼 還有國語考卷 都寫完了 那你國語考卷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 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日籌 日籌 日籌是不是 那你擦掉銅鞋 沒有 沒有問題 好你是說擦掉銅鞋沒問題 好 擦掉銅鞋我們明天看喔 好快去快去 快去重寫 好 那今天先到這裡囉 明天要四點上來上課喔 好 拜拜 拜拜 老師再見 好我當天很棒 拜拜 老師再見 老師再見